讲了一个重点 如果学校老师都很好 孩子根本不需要补习 大师你看到这样子 你听到这样 是不是真的你也同意这样子 学校老师要负担太多 跟补习班老师不同的责任 第一个学校老师要面对家长 补习班老师要面对家长 然后再来是学校老师要面对行政工作 跟一些学生辅导工作 当然这个不表示说 他因为这样他可以教学成效 比补习班老师差 不是这样说 而是说学校老师本身 他就有更多的责任在 那再来刚才刘宜老师提到这些 其实我都很赞成 他们有特殊技巧 我突然想到例子 你觉得他那个一口气英文 真的背起来是有效的 当然是有效 可是为什么学校老师不会这样教 这个要问高中老师 我刚才举到其实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开车 大家都经过驾训班出来的 驾训班就告诉你 左三圈右三圈 看到那个柱子转两圈 可是你一旦考上驾照之后 你会依照那个公司 到路上去走吗 不会嘛 所以我相信说 他可以教你很多通过考试技巧 这就是补习班可以存在的一个空间 刚才刘宜老师讲说 画圆 其实我相当相信 这是补习班老师 他所付出的那个劳力 我本身也在教统计 我也是画常态分配 我画也是很顺 因为我已经教了十年了 我画常态分配 画上千个 所以我分笔拿起来 一画就是很漂亮的常态分配 但是如果说 我今天没有这样的功夫 画起来 那个不漂亮的话 学生学了大概就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我相信补习班老师 他绝对有花很多额外的竞争 但是学校老师 他没办法跟补习班老师竞争 是因为他竞争的那个 那个基准点不一样 他要负担太多其余的责任 不过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下 谢谢国庆 你知道补教界都是哪个教育部的单位在管 社教师 社教师 那他们怎么管 管哪些 他们管哪些 他们大概就是管你的设备 然后立案的问题 逃生安全 是啊 对啊 所以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大概就很难管了 我想我同意 学生要念书很好 但是学生不是只有念书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的学校的教育 特别是国中的教育的问题就在于说 因为我们的制度 让我们的学生的视野 只有在考试跟读书这件事情 这是你最担心 所以他们目前大部分 几乎同军课不上 艺能课不上 周会课不上 什么都不上 这些课全部拿来考试跟上组课 13岁到15岁 我们让他完全放弃了 所有音乐美术 所有的这些素养 这样对吗 不对的 这也是你最担心的嘛 是 没错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 那个刘老师我问一下 就是说刚刚讲说社教师在管的就是设施设备啊什么的 那但是我们知道补习班良幼不起 到底有没有真的好的补习班 或者是说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不好的补习班 有些没有立案 可是它还是存在啊 到底这是谁要管 这个补习班好坏是由学生决定 学生你好学生就来得多 这样子也来得多 插一个就自己就倒掉了 这个不是由媒体来决定 那像我们的补习班你说我没有立案对不对 事实上我们是有立案 我们如果没有立案的话我请问你 我们的收集怎么开 虽然就怎么报 但政府官面查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要忍耐 因为我们排到在他手上 而且剩下几个排到在他手上 那没有排到补习班 没办法开收集 没办法交税 我们成立四十年 学生这么多 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进步改进 向前进发明新东西 这完全是学生决定 可是我现在请教一下 最近的一些新闻事件 比如说这个学生帮忙拉学生 然后才十六块 那这个又要谁管呢 那好像没有管理嘛 然后那个榜首假的名单嘛 所以我不晓得春菊你怎么看 其实在补习班本来就有一些乱象 那在乱象里面 我觉得家长其实他也能够在过程里面 去找到真正适合的补习班 所以我们一直 像我们在台中 你也知道自然一直出现一些状况这样子 其实现在我们补习界里面 有很多也是黑道本身在背后 可能入股之类的这样 那可是如何在家长 如何在这样子一个混浊当中 去找到一个适合的补习班 我觉得只有一个方式是 小朋友亲自去试听 亲自去看这个环境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只是说我只听听电话 甚至在网路上面 像七月八月的时候 现在大家都是网路很发达 那甚至他们补习班 甚至成立一个所谓的一个网路部队 是不是自己人在上面问 自己在那边答 其实在这边我觉得说 很多东西是眼见为凭 自己去听 自己去看 那你看的环境安不安全 其实一目了然这样子 那我其实比较重要 不过我们看到 补教界这么样的兴盛 好像也取代了正规教育 这个是不是正常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尽量就是想大家很专注的学习 你以为很专心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非常快速的记住 所有的单字跟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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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